欢迎收看房市关键报报 我是西安侯 马上来关心今天的热门关键字 今天的热门关键字我们来聊聊 继承避税 如果长辈过世了 没有留下现金 没有留下股票 只留下了一户房屋 那这个时候如果要继承给四个子女 偏偏四个子女 有人想要房子 有人想要现金该怎么分配呢 最有资深的地震士 提出了这么一个案例 这位老先生过世之后的 房屋留下来 他四个子女当中 只有大姐想要房子 剩下的三个孩子 他们都希望可以拿到200万的现金 那这个时候 他们该如何的继承 又如何的买卖呢 如果只是想着平均继承 然后剩下三个人 再把房子卖回给想要房子的大姐 也许会是最直觉的做法 但如果这样的话 交付这200万元 卖给兄弟姐妹 就是依据救治房屋交易所得税的收益 那未来大姐 如果要出售房屋 就会有四分之三的房屋 变成新制房地合一税 到时候要缴税 不只是分割税制麻烦 连税金恐怕也不会很低 也因此地震士就提供建议了 首先可以先完成爸爸的遗产税申报 因为房屋跟土地限值 低于遗产税的免税额会有1333万元 所以很快可以拿到国税局核发的 遗产税免税证明 紧接着再透过遗产分割协议书的载名 由大姐来继承这个房屋的所有权 并且在继承登记完成之后 用房屋来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600万 再把600万分给三个弟弟妹妹 支付每位继承员各200万元 要这么做的前提 其实就是必须要这兄弟姐妹 有很好的信任感 因为遗产税已经可以免税了 如果跳过买卖这个步骤 就不仅可以省下旧市的所得税 新制的房地合一税 这些省下来也是一笔钱 今天的精选新闻先来看到了 如果要在高房价的台北市智产 真的只能有在鸟龙屋 或是老房子当中二选一的困境吗 答案当然要看每个不同物件的特性 有网友追价买房 但是房子的条件也让大家很羡慕 他们是两夫妻年收入有185万元 原本想买1800万的房子 但是选择通常都是那种很窄的两房 或是旧公寓 直到他们看着看着看到一间 位在信义区古积级的旧公寓 平数有30坪 但是距离国父纪念馆跟百货商圈 连走路都只要5分钟 生活机能跟周遭的环境都很优 也顺利申请到85成 利率1.31%的30年房贷 而且因为这一处的房子呢 住宅区种类被划分为第四种住宅 这个建幣率50% 容积率有300% 公共空间小 室内空间多 非常划算 再来看到六都当中唯一没有捷运的台南 终于也要盖捷运了 针对台南捷运的推动 日前立院在咨询交通部长时 获得王国财的允诺 捷运蓝线最快有望2024年开工 迎来台南第一条捷运 那后续也会接着进行台南捷运跟高铁站的衔接 虽然台南捷运可以更便利大众运输交通网 不过台南这几年房价飙涨 一些民众就是希望捷运建设 也不要沦为草房的工具了 观察实价登陆 其实全台各县市蛋壳区这五年大楼 新案的成交价的涨幅 台南市新市区涨幅有78.8% 善化区涨幅也有70.3% 也难怪这些建设的好消息 却成为让人担心房价失控的原因 再来看到名人的家 小S徐希蒂日前在节目上就爆料了 他说他很不喜欢他们家的厨房 因为小到没有办法两个人同时间做菜 让他很不满意 但其实他的叙述 跟大家的印象有一些矛盾 对不对 因为根据了解 小S住的人爱地宝 2006年是夫家买下了18楼 两户打通成260平的豪宅 当时价值大约3亿元 结果为什么明明住地宝 然后厨房就会长这样 从他PO出来的照片 可以看到他家厨房 确实只是一个小角落 原来当初装潢房子的时候 他的先生Mike因为知道他不擅长厨艺 所以就把厨房规划得很小了 虽然曾经反映厨房价外面太小了吧 但是都装潢完了 格局已经改不了 也意外让人发现豪宅里面的极小厨房 最后来看到37岁的艺人杨承熙 他靠着投资理财已经拥有了 三间房跟一辆跑车 杨承熙其实大家可能比较知道 他是儿童台的果冻姐姐这个身份 他也分享其他赚的钱 都是一步步熬过来的 日前他就在脸书分享投资理财心路历程 不仅是最多兼任七份工 在担任儿童台姐姐的期间 月收入还只有4000 为了省钱还会带便当回家吃 终于在27岁存到200万 之后认真经营副业 包含了餐厅、法廊、电商、行销公司 靠着四个副业 他现在每个月可以入贷20万 他也透露把钱放银行是最傻的 要用钱滚钱才能真的赚到钱 今天的买房卖房 我想为人来讨论租房子的问题了 因为有网友就已经爆料说 他的房东跟他说不能申请报税 也无法给他证明去申请租金补贴 这是什么意思 底下有网友也是直言这种潜规则 因为跟房东讲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会稍微便宜的租给你 代价就是他不报税 也无法让你申请租金补贴 因为他没有去登记 那每个人租的不一样 没有一定的标准 但是如果你跟房东讲好了 写好了 否则他就可能不租给你 因为到底是他比较缺租客 还是你比较想要租这间房子 合约到要你马上搬走 或是要退押金的时候刁难你 这些都是房客比较弱势 现在政府虽然推出了很多的政策 想要改善整个租屋市场 但是租市场还没有到那么透明 政策一步步在走 弱势的恐怕还是房客 你也有遇到这一类的问题吗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跟我们一起讨论哦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房市资讯 也欢迎你点击底下资讯栏的连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